张国荣的葬礼为何不见刘德华身影 2003年张国荣的葬礼可以说得上是声势浩大 香港的明星基本都抽时间来到了现场 有些人甚至还忍不住跪在地上失声痛哭 可只有一个人没有出现 这个人就是和张国荣有过多次合作的刘德华 事后有媒体专门采访了刘德华 问他是不是和张国荣之间有什么仇怨 所以才不去参加葬礼 可刘德华给出的解释却是自己当时在剧组拍戏 根本没有接到葬礼的通知 可这番话很显然是说不通的 无数的明星都在悼念这位曾经的巨星 刘德华作为圈内的一员 稍微长点心都应该知道此事 很显然是在为自己打掩护 后来有圈内知情人士爆料 其实张国荣和刘德华二人之间的恩怨可不止一件两件 当年在拍摄电影《阿飞正传》的时候 张国荣原本只是客串一个角色 可最后却莫名其妙变成了主演 并且抢走了刘德华所有的风头 之后电影《春光乍蟹悬角》 就连刘德华自己都承认这部剧应该由自己主演 可莫名其妙的张国荣又掺和了进来 最后就是二人在合作拍摄电影《新上海滩》的时候 两个人不仅争了翻味 而且张国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对着刘德华喊了一句巴打 这句话可是极具侮辱性的意思 虽然张国荣明确表示 他只是想要表达刘德华是一个傻傻的艺人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刘德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笑嘻嘻的模样 可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芥蒂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样转过身来一看刘德华不参加张国荣的葬礼 难道真的是他故意的吗 我们将此事带入现实生活中思量一下 如果你突然得知你的同事去世了 全公司的人都要去参加他的葬礼 此时大部分的人恐怕都会选择跟着一起去 可若是这个同事曾经和你发生过无数的冲突 而且在私下更是势如水火 在工作里面也有着颇多的竞争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去 可能就完全看自己当时的心情了 刘德华也正是处在极度的纠结中 最后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再加上刘德华从来没有说过张国荣什么坏话 反而是张国荣生前的时候有着很多针对刘德华的举动 所以刘德华作为一个正常人 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错 并不是一个人的死就要获得所有人的悼念 每个人都是具有双面性的 你眼中的好人很有可能是其他人眼中的坏蛋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